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生只讲过二十分钟关于审判做的道 我怎可能写出一张或一本这样的书呢 你知道主总是不会回答这样的话的 我想我还是要写了 所以就开始了 我找出圣经里所有关于永恒赏赐审判和惩罚的经文 找了八个译本 整本笔记本有这么厚实在难以置信 我就坐在那里 默想这些经文整整一个月 这就是我的结论 在信徒的审判做前 我们将会在两个范畴上受审判 明白吗 第一 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第二 就是我们如何建立别人的生命 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如何在生命中回应神的话语 我将会在下一刻谈到这一点 在这一刻 我会集中讲我们在建立神国的参与度 你会发现这两句句子中都有建立这个词 为什么 正如我在第四课说的 圣经说 我们是建筑工人 记得格林多前书三章吗 在这根基上 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 诗篇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这就让我们明白 我们需要神的灵帮助 才能建造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我们应该说 Amen 一个人若用自己的力气工作八十年 他所成就的 比不上一个靠着神的灵工作五分钟的人 所以神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听着 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都会说 圣灵我需要你 当我预备这些课堂时 我也说 神啊 我不能没有你 我讲了到三十年 但还是说 神啊 圣灵啊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要记住这一点 另一节说 匠人所砌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神把我们比您为建筑工人 让我们来看 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 这真的很奇妙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 这里有三句话 第一 你是与神同工的 先记住这一句 我往后会再谈 第二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我不讨论这一句 书里都写了 第三 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请留意这话 保罗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怎么样的房屋 我要做一个宣布 是挺有意思的 准备好了吗 神为自己量身 定造一个家 他为此非常兴奋 我和丽莎曾有机会去打造自己的家 那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九十年代初 我想当时只有我 丽莎和埃德森 当时我们住在一个单户房子里 佛州奥兰多市有一位 夺次获奖的家居建筑师 他被《撒旦的耳》这书深深影响 丽莎很喜欢去看房子 梦想自己的家 一天他看见我在一排房子面前 他大喊 约翰比约翰 我们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撒旦的耳 我心想怎么了 他说 我要为你盖一座房子 我要为你盖一座属神的房子 我想属神的房子 什么意思 他说我不会赚你一分一毫 我们都很惊讶 我记得他几天后来我们的家 就是那小小的单户房子 他把一张白纸放在桌上 好 他说 画出你梦想的家吧 我和丽莎彼此对看 心想 什么 我们都很熟悉单户房子 这里不能改 那里不能动 我们就问 真的吗 丽莎马上就开动了 让我告诉你 我画了书房和车房 其他都是他画的 我们看着他把我们画的草稿 发给设计师和建筑师 然后带来了蓝图 当他们开始建造的时候 我和丽莎几乎每天都去工地看 我们很兴奋 梦想中的家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神对他的房子也是如此 他也是如此兴奋 他从世界的根基开始设计他的房子 他每天也去工地看进度 但神做了一些我和丽莎没做的事情 他把房子命名 有些人会把房子命名 我真希望我们那时有想到 就像住在华盛顿的美国总统 他称呼自己的房子为白宫 英国女王就称呼自己的房子为白金汉宫 以下这个可能是你不熟悉的 尼古拉斯凯奇称自己的地方称为弗莱亚公园 神命名他的房子 是什么名字 西安 我们一起说西安 看看这个 这里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 看见他对这房子的热情吗 他仿佛说 这么久以前就设计好了的房子 我急不急待地看见他完工 如果你是为人量身定造房子的建筑师 你为自己修房子的时候 一开始会做什么 你首先会弄什么 我们一起说 根基 以赛亚说说 看啊 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一起说 一块石头在西安 那是他订造的房子 是试验过的石头 是稳固根基 宝贵的房角石 那是谁 耶稣 耶稣是神订造的房子里 主要的房角石根基 但要记住 保罗说我们是神的房屋 如果耶稣是建造房子的材料之一 那么我们也是房子建材的一部分 对吗 圣经怎么说呢 彼得前书说 你们正向着基督走来 他是活石 是神圣殿的房角基石 你们 谈的是我们 也是活石 是神用来建造他自己的 属灵殿域的 这不是很兴奋吗 我们将会成为神居所的建材 他将永远住在其中 如果你看保罗对以弗所人的话 就会再次发现 我们一起成为他的居所 你明白吗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就是那房角基石 我们在他里面 被巧妙地连接在一起 成为主的圣殿 这不是很兴奋吗 保罗还说什么呢 我们不单是建筑材料 他还说我们是与神同工 我可用一个更一名的说法 我们是他的分包商 分包商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电工 管子工 瓦工 做屋矿的 做门窗的 就是真正去修房子的人 实际上建筑师建我们房子的时候 他没垂过一根钉子 没铺过一块砖头 那些分包商才是建造的人 你明白吗 谁是建造神家的首席分包商呢 谁会是首席呢 就是耶稣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 极致时候满足 神就猜浅他的儿子 耶稣说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有谁知道建造房子时候 安排分包商在对的时候工作 是非常重要的呢 如果你让瓦工先于电工来工作 麻烦就大了 对吗 神仔细地安排了分包商工作的时间 耶稣就是公投 因此圣经说 极致时候满足 耶稣就领到 你明白吗 我说你明白吗 因此耶稣说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一起说 所托付我的事 再说 所托付我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你记住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使徒保罗也说了同样的话 记得保罗这么说吗 他说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你怎能说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呢 唯一可以这么说的 就是你要认识赛道 有人跑过越野赛吗 如果你跑过的话 就会知道 跑手会收到赛道图 不认识赛道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会开始跑 一直跑啊跑 跑到不知道地 但却不能完成赛事 你要认识赛道 才能跑完赛事 对吗 除非保罗认识他的赛道 否则就不能说 当跑的路 已经跑尽 当耶稣说 做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很多人就会说 那是耶稣嘛 他生下来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不 他不知道 他放弃了 属天的特权 以仁慈的身份 来到世上 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的话吗 因为我只求那 差我来者的意思 耶稣和你我一样 都需要去寻求 我们也是神的分包商 对吗 圣经怎么说呢 以弗所书二章说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一起说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一起说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这里说 叫我们行的 没说 应该我们行的 神已经事先预备 我们作为分包商的工作 多早之前预备的呢 至少在我们出生前 就预备了 大卫在诗篇139章16节说 我尚未出生 你就看见了我 看这一句 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都记在册上了 有一本关于你生命的册子 总统并不是唯一一个 有人为他写传记的人 你也有一本关于你生命的书 强老单 这不是很棒吗 对吗 神写了这本书 在你出生前就写了 看看接下来的话 一天还未过去 每一刻都已经安排好了 再看一次好吗 我尚未出生 你就看见了我 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都记在册上了 每一刻不只是每一天 一天还未过去 每一刻都已经安排好了 如果你打开神 为我们每个所写的册子 翻到其中一页 你就会找到 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对吗 你会看到此时此刻 与我们在一起 神会说 我看见他们每一个 全都记下来了 强老单会在其中 特拉夫斯也在其中 特里夫也在其中 对吗 杰夫和保罗都会在 我们还没出生 他全都已经记下来了 这真的太棒了 每一天开始前 每个时刻都被安排好了 让我提供一些确认的经文 如果你记得 神对先知耶利米说 我使你在母妇中成行以前 我就认识了你 你还未出生 我就已经把你分别出来 派你做我的先知 往列国去 保罗又说 然而 那把我从母妇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在我周游列国 与许多教会中人 沟通的过程中 我都面对一个大难题 特别是那些生意人 职场人士和小孩的母亲 今天的教会 似乎有个想法 只有那些牧师 教师 敬拜主领 才有全职的护照 不 这完全是个谎话 无论你是否重生得救 神对每一个人都有护照 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要成为一个分包商 建立神定制的家 这是否很有意思 所以不要再想 哦 我是在商界的 不 不对 神把他的手 放在你生命里 要建立他定制的家 阿们 可以说阿们吗 神在我们出生前 就定了计划 在册子上 写了我们的生命 明白吗 所以 有一本叫 亚历山大·比维尔的册子 神坐下来 把亚历山大的一生 写了出来 如果我现在把亚历山大 从这个等式中移除 我们还可以成就 神在册子里所写的吗 明白吗 一起看传道书 这记载很奇妙 传道书的这句经文 提及神的主权 一起说主权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无所增添 无所减少 神这样行 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他在说什么 神说 我从一开始 就计划好我定制的家 没有事情 能阻止他完成 我的家是会完成的 这就是主权 但下一节就提到自由意志 我们的选择 他接下来说 现今的事 早先就有了 记得我刚才说 现在我们坐在这里 如果你翻看我们所有人的册子 你都会找到这场景 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 一切都在神的构思里 并已写在册子上 我说神在一天尚未开始已先 就把一切写下来 看看这里 并且神使已过的事 重新再来 换句话说 我们是否完成了 神为我们写的 还是走了其他的路 我们自己的路 这告诉我什么呢 在审判做前 关于我们的呼召 听好了 我们不会按 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相反 是按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 来受审判 我要再说一次吗 你或你认识的人 是否不懂英语 你是否想获得更多 从约翰和丽莎·比维尔 具启发性的信息 你可访问视频与资源 无偿下载的云端资源库网站 点击你的语言 从众多资源中 挑选你需要的 电子书 讲到视频 信息与书本 录音 圣经等等 现在就上云端资源库 Cloud Library的ORG 我要再说一次吗 我们现在谈的是 对信徒的审判 我们不会按 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而是按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 来受审判 举个例子 我看到有些人表情怪怪的 或许你会看见 耶稣在审判座上这么说 不到家爱德森 上前来告诉我 你所经管的一切 然后这个人上来 环顾四周 有点错愕地说 不到家爱德森 你是说 你是说会计师爱德森吗 耶稣 我是个会计师 有许多人在我的公司打工 我们帮助几个机构 出版他们的属灵书籍 不到家爱德森 我呼召你去赢得的 366178个在亚洲的灵魂 他们现在在哪 我儿 他们在哪 哦 耶稣 我从来没去过亚洲 我 我是个会计师 我没有帮助一个机构 他们在亚洲有服事 按他的护照 他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烧掉 你可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刘欣听 地产经纪穷拿斯上前来 告诉我你所经管的一切 这个人上前来 脸上非常错愕 忧心地环顾四周 那应该是别人吧 神就说 房地产经纪穷拿斯 告诉我你所经管的一切 他问 你是说穷拿斯牧师吗 我牧养一家八百人的教会 已经三十年了 我呼召你成为房地产经纪 你应该在职场上发光发亮 如果你这么做 就会有另外两个经纪 在你的公司为你工作 他们会影响许多人 一共是一百一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人 但因为你没有这么做 你就无法影响他们了 我让别人去做了 而且我本来要你在 施政另一端的 一家一千人的教会里 担任司事长 如果你这么做 那教会的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八个灵魂 都会经历永恒的影响 你也因此得奖赏 但现在 按照你的护照 一切都会被烧掉 因此我常常对我的同工这么说 过去我说的更多 戴笠和威克会记得 我和丽莎接触的每一个生命 埃德森和麦特接触的每一个生命 都会为你带来奖赏 你会得到完整的奖赏 仿佛你跟我们在合场一样 因此你必须要待在神 呼召你去的地方 如果你尝试建立自己的教会 做自己的事 而神其实呼召你去 在机构里服侍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可能面对这样的情况 请纳斯姊妹上前来告诉我 你所经管的一切 这女士上前来说 耶稣 我参加了妇女会 写了一本书 举办了几次妇女会议 我呼召你去照顾的 那三个小孩呢 你用手段 令自己成为会员 但却忽略了这些孩子 如果你按我呼召你的方式 养育他们 他们就会永恒地影响 五百一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六个灵魂 你也得到完全的奖赏 但现在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烧掉 我们不会按我们所做的受审判 而是按我们被呼召去做的事 来受审判 我可以分享许多同类的故事 其中一个深深影响我的 就是我们在北卡罗莱纳州的 一个好朋友 他是幕会的 教会大概有四千人 我们曾经非常亲近 同行多年 他也曾是我们事工的董事 有天他打电话给我 说约翰 我要告诉你那天晚上 教会里发生的事 我说怎么了 他说有一位男士 过去六个月都来我们的教会 他的外表非常光鲜 穿戴整齐 一头银白色的头发 这是一家很棒的教会 我曾在那里讲到 每星期都有约 一百到一百二十人得救 他会看着这些人得救 然后说我看见他流泪了 他又说丹约翰 我感觉那不是喜乐的眼泪 我觉得那是忧伤的眼泪 他说丹圣灵拉住了我 我本来准备去找他 丹圣灵说别跟他说话 六个月后 在周三的晚间崇拜 这位男士来找我们 其中一位父牧师 他说他提到的年份 我想应该是在八十年代 神在祷告中对我说话 叫我在北卡罗莱纳州的 这个费耶特维尔市 开始一家教会 他说我有一个这样的梦 我看见自己要建造的 教会大楼 然后他说 这梦让我去找了建筑师 请他为这座大楼 画构想图 他说我于是开始建教会 却面对许多反对声音 最后我放弃了整个计划 一切都徒劳无功 当神希望你做某些事情 你必须要好好记住 看看保罗 他两次尝试去 两个不同的地方 但后来却梦见马其顿人 如果你记得的话 那是保罗在马其顿 祈祷的第一人 他顺服神 结果却被抓进监狱 在监狱里 他赞美神 监门就打开了 如果神要你做的事情 是困难的 这并不代表 那不是出于神的 他说在困境之中 我结果关闭了教会 然后我开始到处讲道 这维持了几年 最后无忌而终 我忌而进入了双界 然后他打开了 这幅构想图 这是建筑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根据我的梦画的图 当他把画打开 那正是埃尔牧师 所建立的教会 他说我真相信 神首先派我 去建立这家教会 我在一个特会里 谈到这一点 我们的办公室经理 也在场 那是个挺大型的聚会 有差不多两万人聚集 我记得他上前来告诉我 他说一个牧师上来找我 我讲了这个信息 作为牧师有点不高兴 牧师对我说 他不能相信 他今天所传讲的 我的经理说 他相信的 他当然相信 他不可能相信 他回答说 他绝对相信 他说你为什么不高兴 牧师看着他说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 神对我说 他要呼召我去菲律宾 做传道人 当我建立了这家教会 牧会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的经理 怎么响应吗 他真聪明 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一年后 我们听说这个牧师 把教会 交给他的行政主任 他现在 正在菲律宾传道 以下的故事最能说明 我们都被呼召 以独特的方式 去建立神的国度 去年我被邀请去和一个 海豹突击队成员吃晚饭 他是队中的教官 加入突击队已经17年了 我非常敬重海豹突击队 当我们坐下的时候 我还不察觉 他真的想跟我说话 我只是说 有什么故事分享 就这样 我打开了话匣子 他开始分享了 我被这人的故事 整整吸引了两个小时 我几乎没说话 他告诉我 他在神学院待了两年 到了第三年实习 却被指控 与教会的一个姊妹睡了 他说 约翰我没做过 他继续说 他们是我什么信用都没了 还把我赶出教会 他说 我人生失去了那三年 我沮丧极了 我与神的关系 本来不亲密 当我开始渴慕 后来就慢慢与神亲近 当我渴慕的时候 主对我说 我没有呼召你全职服事 我呼召你从军 他说 所以我加入了海军 他首先去了陆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最后是海军 那是最后一个了 他说 约翰 其他军种都没什么特别 海军也有不同的兵种 但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在失望之际 招聘官从抽屉里 拿出另一张清单 开始读出这些特别的岗位 当他读到海豹突击队时 他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 神的灵突然启示我 这就是我要做的 那招聘官说 不 你不会想做这个的 他说 一万人中 只有一人能通过测试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退出了海豹突击队 他说 我不在乎 这就是我要做的 那个人不知道 他根本不会游泳 明白吗 现在的事情就更复杂了 这人年轻时 曾动过多次手术 因为他的耳道太窄了 要在耳里放入导管 如果有水 接触他的耳朵 他就会痛不欲生 他说 约翰 我祷告 并忍受剧痛 自学了游泳 最后经过几个月的祷告 我潜到一米下的水底 没有痛处 两米还是没痛 忽然我发现 我的耳朵完全被医治了 他有三次 几乎毕业了 但三次都发生了灾难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 现在他在队中 又分享了队里的故事 例如 在他任务期间 他的手机关了 而且没有存储任何号码 但却自动拨了给他的父母 他们当时在查经 他们听到枪声 于是开始祷告 他又说了其他故事 听得我都起疙瘩了 在晚餐的尾声 我看着他说 我今晚和一个属神的人在一起 伯兰顿 他不像你和我一样讲道 他没有这样 马克牧师他不像你和我一样讲道 但你知道吗 他是其中一个 我有幸跟他待在一起的 属神的人 他在自己的位置上 成为神的分包商 建造神定制的家 可以说阿们吗 阿们 经过超过二十年在各地服侍 我可以说 其实是二十五年了 我见过一些主任牧师 但在心里 我知道他们应该是父牧师 也有一些从商的 我知道他们应该在教会服侍的 我见过一些本应在职场的牧师 我曾看着一个牧师说 你没有被呼召去服侍 我真的相信神呼召你进入职场 你知道吗 他一年后打电话给我说 他已经没有在服侍了 他在职场过着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我们会向人施压 有一次 我打电话给一个开物流公司的人 他奉献数以百万计 但却还是觉得自己服侍的不够多 所以他把公司卖了 进入服侍 然后我再没有他的消息了 这已经超过二十年了 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神对我们美人都有一个独特的呼召 当电工走进工地的时候 他看不见整个蓝图 让我告诉你 他负责一个错综复杂的部分 就是给房子供电 神呼召我们都参与其中 奇妙的地方在于 圣经怎么形容这家神定制的房子呢 圣经说万国都要来到这家 观看它 在新天新地 万国都要前来敬拜主 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能够展示 自己所负责的那部分工程 可以想象吗 假设一个管子工 负责了白宫西乡办公室的工程 当有天他的儿子回家说 爸爸 我们会去参观白宫 你能想象他有多快乐吗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 当其他孩子都去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他儿子的快乐吗 他爸爸负责白宫里的管子工作 若那是神定制的房子 那快乐将会更大 让我告诉你 有一天白宫会被拆掉 我的房子 你的房子 都会被拆掉 因为圣经说 全地都会经历火的捷径 神将要建立新天新地 那里的城和建筑 就是我们一直努力建造的 因此耶稣说 不要为那避坏的劳力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劳力 我们很快可以向世人展示 特弗拉斯你可以说 看 这里就是我负责的部分 神的家其实就是一座城 但那是我负责建造的部分 你明白吗 你喜欢吗 让我们一起说 我们是坟包商 建造神定制的家 下一刻见 这一刻以后 你大概会想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呼召呢 以下是你要做的 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里没有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 偶尔寻找神 且信他赏赐那怀疑他的人 所以这就是你要做的 殷勤地带着信心寻求神 第二 诗篇九十二篇说 他们在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当你剥下苹果树的种子 不会长出桃树来 当你在于本地教会中 你就会按神所命定的发望 第三 不要被关系 安全感或金钱所缠累 这些会挚爱神 创造你去完成的使命 让我鼓励你 殷勤地寻求神 确保自己被栽种 并在本地教会中服侍 观看你的生命发望 成为你被创造设计的样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